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房战动其实是心律不正的一种 主要是因为心房不能有效有规律 将血液泵入心室内 导致血液停留在心房内形成了血块 而你的血块会随着血流飘到任何器官 包括脑部的血管 会导致中风 另外如果心律不正不能有效控制到心律或心跳 也会增加心脏衰竭的情况 患者有什么症状呢 例如有机会是心跳时快时慢 心跪 心绞痛 另外有机会有气速 经常疲倦 甚至会有头昏的情况 严重的可能有分血的情况 但是有一至两成心房战动的病人 有机会没有任何先兆或症状 而有四分一人的病人 有机会出现了血血性中风之后 才诊断到有心房战动 所以没有症状就不等于 没有机会有心房战动 医生会首先了解病人的病历 另外也会与病人做一个很详细的身体检查 其他检查包括心电图检查 胸部X光 另外会验血 主要验一下有没有电解质的问题 或者有没有甲状线功能以上 另外也会做心脏超声波检查 看看有没有心反的毛病 或者有没有心脏衰竭的迹象 心房战动的风险因素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不能够改变的风险因素 包括是家族遗传 或者是年龄增长 这些都会增加风险 另外可以改变的风险包括 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脏衰竭、心反的问题 另外例如肺部的问题 例如有睡眠窒息症 或者一些慢性阻塞性的气管炎 其他包括有甲状线抗进 或者是涉入过多的酒精 另外肥胖都可以增加这个风险 但是也有部分人最终是完全找不到那些因素 或者找不到一些高危的病人 主要分三大类 如果是心房战动的病人 能够在一个星期内 恢复正常的心跳 我们叫做嘔发性 如果是一个星期之后 才恢复正常的心跳 我们叫做持续性 另外如果永久 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心跳 我们叫做永久性 但是无论是任何一种的类型 都有机会是形成血化 导致中风的风险 而那个风险都是相弱的 是大约正常人的五倍 而嘔发性的心房战动 由于它的症状未必那么明显 以及也不是经常犯法 有机会在那个诊断方面 是较难去发现的 如果有怀疑的话 医生可能会安排24小时 或者更长时间的心电图 或者甚至植入一个 心脏的监察仪器 去诊断有没有心房战动的情况 除了科技发展 现在很多的方法可以检查到 有没有心房战动 例如一些智能手机的程式 智能手标 以及一些手提式的心电图机 这些可以随时随地去检测病人的心率 另外一些常规的心电图 例如12电极的心电图 这些可以更加准确 更加全面去诊断到有没有心率不正 但以上刚才说的那些检查 只可以检查到当时的心率 如果是有些偶发性的心房战动 有机会会诊断不到 另外有一些24小时 或者更加长的心电图检查 另外一些直入式的心脏监察仪器 可以更加长时间去检查心率 可以诊断到一些偶发性 或者症状不明显的心房战动 但是配戴上方面就会比较麻烦些 另外一些直入式的心脏监察仪器 更加需要微创手术的方法 去植入皮肤下层 入侵性会比较大些 这些装置用法非常方便 但要知道大约有两成的机会 会出现假扬性的情况 即是将一些正常的心率 就错误判断为心率不整 令到病人会有不必要的忧虑 另外接受一些不必要的检查或者治疗 所以只可以当作一个很初步的检查 如果有怀疑的 应该都要及早尽快见医生做一个 详细的检查 问得很好 主要这类的监察仪器 因为它不能够无间断地去检查心率 变成有些症状不明显 或者有偶发式的心房战动的病人 就有机会会诊断不到 引起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这类病人就未必适合佩戴这类的仪器 其他病人 例如有些脑退化 或者有些认知障碍的病人 或者是视力差的病人 都未必适合佩戴这类的仪器 至于植入式的心脏监察仪器 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入侵性的检查 需要利用手术去植入在身体皮肤下层 较适合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 例如有重复性的分缺 或者不明原因导致有心跪或者中风的病人 这些检查都有些很初步的检查 所以如果发现到有些心跳异样 或者你有所怀疑 我们都建议尽法去看医生 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包括要做心电图 炎血和做心脏超声波检查 如果是诊断到有心房战动的情况 就会为病人作一个中风风险的评估 主要会看病人有没有心脏衰竭 有没有高血压 年纪会不会超过65岁 另外有没有糖尿病 有没有曾经中过风 另外有没有心血管的问题 另外如果是女性的话 亦都较容易有中风风险 如果发现中风风险是偏高的话 医生就会考虑为病人 处方一些抗型血药物 俗称薄血药 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 如果能够及早诊断到心房战动 而有效地控制到心率 是大大可以减少到中风和死亡的风险 有些什么治疗可以减低到 因为心房战动导致中风 包括有药物和手术的治疗 传统药物 例如亚士骨灵 它能够减低 因为心房战动导致中风的风险 机会减少到两成 效果不显著 也不理想 现在有些抗型血药 俗称薄血药 可以大大减低风险 机会减少到六至七成 但是有部分病人 因为各种原因 不能够长期服用抗型血药 例如一些严重出血的风险 医生就可能考虑为病人安排做手术 手术就叫做左心以风道的微創手术 目的就是去塞住 引起血块的地方 减少中风的风险 传统的薄血药 例如华法林 它的药效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稳定 很容易跟某一类的食物或者药物相充 病人需要定期验血 去验一个薄血指数 另外需要去减少 服食一些某一类的食物或者药物 另外有机会 可能需要不时去教药 对于一些老人家来说 就会比较不方便 而新一代的薄血药 它的药效相对来说稳定很多 较少跟某一类的药物或者食物相充 病人就不需要定期验血 也不需要去戒口 戒得那么辛苦 而且因为药效也不需要不停地教药 用药方面会比较方便很多 另外新一代的薄血药 相比传统的薄血药 预防中风的效果大约是相弱的 甚至可能更加优胜的 另外也会少些有脑出血的病发症问题出现 我讲一下一个病例 我之前就预过一个大约70岁左右的婆婆 她因为一些很轻微中风的病症 需要入院的 最初主寻医生就处方了一些传统的薄血药 滑花林给病人 但是很不幸 病人之后也发现有肺炉的问题 需要处方一些抗肺炉的药物 抗肺炉药物和传统的薄血药 有很多药物相充的情况出现 病人变成薄血指数非常不稳定 所以需要不停地调药 最终不幸 因为再中风的情况要再入院 经过我们再评估之后 我们就建议服用一些新一代的薄血药 减少了和其他药物相充的问题 最终病情都稳定了 也没有再有中风犯法的情况出现